格林多后书 第十一章 巴不得你们容忍我一点狂妄 其实你们也应容忍我 因为我是以天主的度爱 度爱你们 原来我已把你们续配给一个丈夫 把你们当作真洁的童女献给了基督 但我很怕你们的心意受到败坏 失去那对基督所有的赤诚和真洁 就像那蛇以狡猾诱惑了恶娃一样 如果有人来给你们宣讲另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所宣讲过的 或者你们领受另一神 不是你们所领受过的 或者另一福音 不是你们所接受过的 你们竟然都容忍了 真好啊 其实我以为我一点也不在那些超等的宗徒以下 纵使我浊于言辞 却不浊于知识 这是我们在各方面 在各式上 对你们所表显出来的 难道我白白地给你们传报天主的福音 区别我自己为使你们高升 就有了不是吗 我剥削了别的教会 去了筹资 为的是给你们服务啊 当我在你们那里时 虽受了匮乏 却没有连累过你们一个人 因为有从马西顿来的弟兄们 补助了我的匮乏 我一向在各方面设法避免连累你们 将来还要如此 基督的真理在我内 我敢说 我这种夸耀 在阿哈雅地方是不会停止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爱你们吗 有天主知道 我现今做的 将来还要做 为避免给予那些找机会的人一个机会 免得人看出他们在所夸耀的事上 也跟我们一样 因为这种人是假宗徒 是欺诈的工人 是冒充基督宗徒的 这并不稀奇 因为连撒旦也常冒充光明的天使 所以倘若他的仆役 也冒充正义的仆役 并不算是大事 他们的结局 必与他们的行为相对等 我再说 谁也不要以为我是狂妄的 若不然 你们就以我为狂妄看待吧 好叫我也稍微夸耀一下 我在这夸耀的事上 所要说的 不是按照主说的 而是如同在狂妄中说的 既有许多人按照俗见夸耀 我也要夸耀 因为像你们那样明智的人 竟也甘心容忍了那些狂妄的人 因为 若有人奴役你们 若有人侵吞你们 若有人榨取你们 若有人对你们傲慢 若有人打你们的脸 你们竟然都容忍了 我惭愧地说 在这方面 好像我们太软弱了 其实 若有人在什么事上敢夸耀 我狂妄地说 我也敢 他们是西伯来人 我也是 他们是以色列人 我也是 他们是亚巴郎的苗艺 我也是 他们是基督的仆役 我疯狂地说 我更是 论劳碌 我更多 论监禁 更频繁 论拷打 过了量 冒死亡 是常识 被犹太人 鞭打了五次 每次四十下 少一下 受仗击三次 被拾击一次 遭帆船三次 在深海里 度过了一日一夜 又多次行路 遭遇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由同族来的危险 由外邦人来的危险 城中的危险 旷野里的危险 海洋上的危险 假弟兄中的危险 劳碌辛苦 屡不得眠 忍饥受渴 屡不得食 忍受寒冷 赤身裸体 除了其余的事以外 还有我每日的凡物 对众教会的挂虑 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 谁跌倒 我不心交呢 若必须夸耀 我就要夸耀我软弱的事 主耶稣的天主和父 那应受颂扬于永远的 知道我不撒谎 我在大马士革时 阿勒达王的总督 把守了大马士革人的城 要逮捕我 而我竟被人用篮子从窗口 沿着城墙戏下 逃脱了他的手 我竟被人用篮子